8坪的小空间 要如何让身高180公分的男屋主 居住舒适 机能充裕 10坪的小套房 如何作为新婚夫妻的浪漫新居 而又要怎么样塞进客厅 厨房 吧台 卧房和完整收纳 今天的小坪书特辑 保证颠覆你对空间的想象 展演空间的无限可能 喜欢清晨被太阳晒醒 感受棉被暖哄哄的幸福感 想必是很多人对居住空间的梦想吧 紧发屏的居住空间对身高180公分的工业设计师男主人来说 确实略显狭小 黄林芳设计师如何发挥十多年的实物经验 保留暖阳镜空间的路线 打造出男主人梦想中的黑灰白的检阅空间 因为基本上我是跟母亲一起住 那母亲大部分是假日时间会过来 那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家比较多 那我希望可以以两房一厅的概念去设计 它是就是超高的房子 可是其实又不是很高 就是只有三米四左右而已 然后再加上它原本里面就有的装潢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觉得这个空间非常的狭小 也没有特别觉得说可以有怎么样太大的变化 其实就是放大客厅的空间 因为当初这边比较窄的地方是客厅 然后这边有一段那个衣柜 然后后面站在房间 所以我们就是把衣柜的空间拿掉 整个客厅就放大一些 其实它一进门的时候空间感拉得蛮高的 那因为它又是瘦墙的 所以它其实拉高的这个比例起来 可以到像四米二那种做出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一般我看到像朋友他们的假程是 走楼梯上面做就要爬得进去的 那我有跟他要求说 我希望上面还是有储藏空间 让家人可以站立 楼梯是从这个门的后面走上去的 所以其实只要这边关上的话 其实是两个分开的空间 那我们利用就是楼梯走上去以后的空间 还有它这个衣柜 衣柜书柜的空间 然后在这边就是把它压低 它自己住的时间是在这边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让楼下的空间 就是维持的高度都比较舒服 所以这个房间我们就是保留它的高度 那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压迫感 但是相对的就是说 可能必须牺牲到某些空间 然后让楼上的人 然后也可以比较舒适 所以我们在衣柜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降低这个高度 那楼上的人他站的时候是站在这个平台上 对 所以楼上的高度就可以比较保留 它不会一上去就 所有的空间都是弯腰拖背在使用 可是楼下我们就不希望说 我衣柜如果从这里开始坐 又好像压低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把门片坐高 所以这样子的话 门片关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感觉到就是 就是这个楼层它是比较完整的高度 再来就是因为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希望收纳空间可以多一点 然后可以比较多的储藏空间这样 应该是说从以前做设计 就一直常会收集东西 然后家人都会说我买太多东西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设计你就是要一直涉猎新的东西啊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跟CCL 就是说帮我可以做活动夹程 让我可以因不同数级大小可以去变得 那它从这个面向来使用的话 它在这边它也可以就是 把它用的高度会用的比较高一点 除了是这边的收纳 它其实在夹程上会变成是 慢慢那边可以一个置物的平台 觉得最困难的东西其实 就是它那个铁板啊 因为一般以助家来说 这样的元素本来就比较少 然后再加上它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铁板 就是这部分就那时候觉得难度很高 在施工的时候 工程的顺序变成是说铁工 全部在工厂施工 所以再过来的时候 它有没有办法全部对在一起 它偏格零年五到一公分 它就没有办法跟另外一道玻璃门就是合上 一般小空间 大家比较就是不太敢用大型的家具 其实就是放大型家具的话 它反而会放大那个空间感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的高度 就是比较低一点 低台度的东西它也是可以拉高这个空间的感觉 像其实系统柜也是可以就是帮助到的一个部分嘛 虽然是一种轻装修 就是它做天地壁 然后把这个大空间做好 那剩下的东西它其实可以就是用单品的部分进去补足 那它也比较好替换 就比如说它现在虽然是用个系统柜的柜子或活动柜 可是它比如说它今天拿到一笔年中之后 它可以去换掉它的某个单品 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 就是因为自己本身学设计的 其实就想过想说看自己可不可以有办法自己来 所以我后来发现应该还是要找设计师 真的 因为很多专业东西或时间上的配合 都请设计师来帮忙的真的是 比较恰当 高掌的房价让现在的年轻人对买房成家却步 一对新婚小夫妻买下了人生第一间自己的房子 虽然仅时平的小空间 希望空间通透能站着更衣 他们仍相信借由设计师的巧手规划 便能达到两人甜蜜生活不打架的梦想生活 林志龙设计师要怎么样成为空间的媒人 让两人新婚生活更美满 我们在这个挑高三米六的格局当中 我们为屋主做了一个北欧风的风格呈现 那当然在这个食品的空间里面呢 我们也帮屋主整合了所有的机能性 包含开放式的书房 更衣室 然后卧房 客厅 餐厅 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样的机能性 整合的让它看起来是在一个大空间里面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机 那所以说我们在一些隔屏的材料选择上 我们选择强化玻璃来做这样的区隔的事情 那这波越的材质其实也让我们的 这个空间的区隔上面来讲的话呢 达到一些穿透的效果 那穿透与放大呢 在小屏处空间来讲的话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 各位可以看到说我们像这样的楼梯设计呢 到上面来的话其实我们省略的把守这件事情 靠着几个投射灯的这个灯光的辅助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梯 它会再呈现一些线条的倒影在这个地面上 就让这地方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味道 利用这个错程的概念呢 所以创造了另外一个缓冲的平台 他希望他能够有一个 类似像更衣丝这种东西 在这样的小瓶术当中去完成 所以才利用了这种错程的方式 实现他这个梦想 那当然他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就是受于这个高屋上的限制来说呢 所以我们让这个空间看起来 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大通铺的感觉 那可能是上面放了一个床垫 或者是说放一些软垫来讲的话 可能在上面就可以做休息使用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吧台 其实它帮我们去一个 就是客厅跟厨房这边的一个界定 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的一种 使用的功能在 现在可能我在这边使用它的时候 可能它可以当作是一个餐厅 或者是一个吧台使用 那当这些碗盘收掉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厨房在做烹饪的时候呢 它当然也可以当作另外一个工作平台使用 浴室里面我们用了一些大理石的元素 在空间当中 我们帮业主设计的这样子 有一个浴缸的概念 让这个厕所呢 也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精品的感觉 清水模的材质来做这电视主墙 那当然它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营造这个空间的设计 是呈现一个北欧风的概念 所以这样的材料也让这个感觉是一种比较自然 或者是它比较一个我们不错做的一种粗犷的感觉 那为什么它要做一个悬空的设计呢 是因为就是要让它看起来稍微轻盈一点 而不是一种很笨重的 像我们平常可以看到的电视柜的一些做法 北欧风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重 就是DECO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在家具的选择上来讲 或是包含一些我们的一些饰品 或者是一些搭配上比如说像窗帘 一些软件上面来讲 都是相当重要的 比如像书桌或者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吧台 我们都用到一些木头的元素 包含说我们这一个通往阁楼的这个楼梯呢 我们用了金属的铁键来做呈现 那其实希望营造就是屋主 心目中所想要的一个北欧风 小屏树的话 我们是使用悬壁楼梯来设计 就可以营造出小屏树空间放大的效果 我们在这个小空间 做了很多高低差的运用 所以像这边虽然是小空间 但是读书区一样是可以站立